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你看我正前方 看那个位置 咱们拉近 看一下 好 应该因为桥在晃啊 叫瓦卡 瓦卡对面也是一个镇 最好奇的是什么呢 这两个镇子 他们的直线距离啊 大概是只有一江之隔 就是隔着下边这条金沙江 江的这面是奔子兰镇 江的那面叫瓦卡镇 但是江的这面这个奔子兰镇 是归云南香格里拉的德青县 而江的那面是归四川省甘兹州德荣县 一江之隔 两个镇 而且两个镇挨得特别的近 这可能是我目前看见的最近的一个镇 就是距离最近的一个镇 两个镇 被一条金沙江给封开了 这金沙江水从这看特别的清 是绿色的 其实特别可以清澈见底 但是有点深啊 今天这块风很大 我站这个桥上啊 现在是过车 刚刚不过车的时候 就感觉风一刮的时候 这个桥都在动 就感觉膝里没有底 脚底下就没有根 这会过去好几台车 我看他那个车都能过去 我车是不是能开上来啊 但是我这瞅着有点悬的 我的车应该差不多能开过来 咱们不开了 走过去看看嘛 走过去看看嘛 一江之隔 江这头归云南 江那头归四川 江这头是香里拉 江那头是甘孜州 就是这两天上热车那个甘孜 而且这边是 这边是滇杖茶麻古道第一弯 下边就是金沙江 你们看一下那个京帆 就知道现在这个风有多大了 站在一个桥上啊 就感觉这个桥在护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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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洞 感觉哎 心里的啪啪的 真是有点啪啪 特别是一过车的时候 这个桥护山护山的 哎呀老吓人了 真的是老吓人了 没有点胆子都不敢走啊 虽然是归两个省 两个市 两个县 两个镇 但是呢 两面都是藏区 这边也是 藏住人的一个聚集地 江对岸也是 藏住人的一个聚集地 所以说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的违和的痕迹 就是说如果说不说 如果我不说 你待会儿都想象不到 说那边是云南 这边是四川 也就是说你郎哥 我现在就是这么溜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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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云南溜达到四川了 本来我这次行程是没有四川的 从云南走电帐 直接到芒行 没成想中途 徒步走两步 跑四川转了个弯 看这边是现宽的 大货车是不让进的 只能走小型车 这边 我那个车 恐怕是不行 过不来 我估计过不来 看 四川人民 祝您一路顺风 一路平安 这就归四川了 这就归四川了 这回咱们看看那个 镇这里边太远 我就不走过去了 咱们看看前面那个 那两个字 瓦卡 前面就是瓦卡镇 对面就是奔子兰镇 我今天走到这个镇的时候 我没注意 没看地图 我以为这是到了德钦县了 结果到这 刚刚吃了个米线 老板告诉我说 这是镇 是奔子兰镇 并不是县城 但是这个镇是有点大呀 比我在老窝的一个省头要大 老窝那边一个省都没有这么大 而且我今天吃米线 是最便宜的一次的 十三块钱 老板也说 你从我这个镇出去 就没有这么便宜的米线了 再往前去 到了德钦 过了德钦就属于进西藏了 就没有 就没有再便宜的米线了 好了 咱们上转了一圈 也该往回走了 有没有发现 你兰哥又晒黑了 这边海拔高 然后紫外线墙 头两天 我这胳膊都已经晒爆皮了 咱们往回走了 来四川串个门 现在又要回到云南了 然后今天准备赶到 梅里雪山那边 赶到德钦那边 实话实说朋友们 在这个桥上走 就感觉没有根 不是在平地上走 这个桥是在上下浮动 湖山湖山在动 特别是这边过车的时候 哎呦哎呦 不好了 两个车会车了 哎呦我的妈 同时过这么多车 算是有点怕怕的 湖山湖山的 你知道车乘坐脚底过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那个桥就是这么上下这么动 特别的明显 因为它是个吊桥 上面是钢筋 不是上面钢筋 上面是钢磁绳 好像好几根钢磁绳 捆到一块的 然后用这个 这种大钢 这带这种的圆缸 吊着了 吊起来 叠这个 叠这个公子缸 从这个桥到这个金沙江底下 大概垂直落差有 五十米左右吧 大概是五十米的落差 我感觉可以跟这玩蹦极 双根绳子 双根绳子 在这双根绳子往下蹦 那个优惠大车宾 那个五十米高度 送的十米 六十米长的绳子 往下蹦 那个人在前边飞 或者在后边追 也不可能 这个桥不可能让你玩蹦极了 这个桥只是用作于这两个站之间的交通 而且限重 一般的只是有些小车走 大一点的车是不允许走的 往回走 一直走到这儿啊 我这脚底才算有根啊 就没有那种悬空的感觉了 并不是精神作用啊 而是真的那个桥始终在上下浮动 而且飞风一刮的 来回来去动 因为风大 无人机我就没有飞 要不然我会给大伙 飞个无人机 好了 让大伙见识见识 两个离得最近的一个阵 今天风太大 无人机没法飞 从这个角度 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这两个阵了 看这边是 这个是云南的阵 对面是四川甘子的 瓦卡 对面是四川甘子的瓦卡阵 这个位置就是刚刚咱们 刚刚走过去的大桥 可能从那儿看两个阵子 不太太明显 其实如果说 从这个角度看 如果不是说中间 那道金沙江 看不清楚的话 你会误认把两个阵子 混为一个阵子 但是从这儿 远处从这边看 可以看见金沙江 金沙江那边有一个大拐弯 这一条金沙江分了两个阵子 可能有的朋友们不愿意看 但是我感觉挺有意思的 我走了这么多地方 也头一次 除了那个城镇 除了那个城镇 两个阵子挨着 就是说自然 这种自然镇 挨得这么近 我是头一次看见 而且是分别是归两个省 两个市 两个县的 两个阵 因为风太大 没办法飞无人机 我爬到山上来了 我爬山上来了 就被拍这个阵子 找了一个角度 好了 我得往前走了 今天得赶到德勤去 要不然 那个晚上没有好的营地了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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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